大家好,杨峰 美国不嫌事多 俄罗斯不怕事多 朝鲜气愤愤 南韩怒气冲冲 朝鲜半岛战事一触即发 一旦战事爆发 朝鲜与南韩谁会被调打呢? 谁又能够从中获利呢? 另外,北京会如何看淡? 这几日半岛局势诡决 颇有大战一触即发之事 朝鲜半岛是否又回到了上世纪的征战呢? 此外,虽说是两韩冲突 中美俄这当是三大国 是不是会介入呢? 一旦有大国介入 事情就大了,无法散了 2022年的俄冲突还没有结束 2023年10月的八亿冲突爆发 如今半岛局势紧张 这当中有什么隐藏的图谋呢? 这是一波接着一波 大国博弈的琴弦紧绷着 不落幕 且看杨风为您解说到来 朝鲜指控南韩派遣无人机进入首都平朗 气氛之余 要永久的切断并且封锁与南韩的边境 10月12号 朝鲜人民军中参谋部指示 为了防止南韩再次对朝鲜进行无人机入侵 要求朝鲜部队准备全面射击 南韩听到这句话 可不服气了 所谓苏人不苏政 这时候可不能够在气势上输给北方的邻居 因此 南韩国防部长于第二天 也就是10月13号警告朝鲜 如果朝鲜对韩国造成伤害 朝鲜将面临政权终结 什么是政权终结呢? 那只是表面婉转 实则强硬自己的说法 南韩国防部长是说 朝鲜领导人将被赶下台 这是你来 我一往 为了显示决心 彰显态度 朝鲜于14号 炸毁了连接两韩的铁公路部分路段 这是明白的正告南韩 我朝鲜不怕事 说到做到 果真切断了两韩的联系 这是说干就干 说炸就炸呀 面临朝鲜的果断行动 南韩军方当场往军事分界线 以南的方向开火射击 这是回进朝鲜 瞧 当事者惹事 火上浇油 旁观的人看热闹 那么,背后的大国势力呢? 这时候 俄罗斯出来说话了 俄罗斯副外长对外表示 一旦朝鲜遭受侵略 俄罗斯必然会伸出援手 俄罗斯是什么人呢? 这是什么状况呢? 几百年来 俄罗斯就不怕打仗 也没有少打仗 虽然 俄乌战争还在进行中 但又不是俄罗斯在东边再开一条战线 俄罗斯并不怕事 到底俄罗斯给予朝鲜什么支持呢? 这时候 来看看俄罗斯的外交折冲技巧 首先 远的不说 就以这十年的国际局势来看 俄罗斯绝对是一个能够精准判断时局的好手 2013年 决局叙利亚的叛军势力建立了伊斯兰国 2014到2015年之际 伊斯兰国横扫叙利亚东部 与伊拉克西北部地区 盛势好大 就在伊斯兰国得意西方世界头疼 中东地区的局势大变的时候 俄罗斯总统普京出手了 他下令俄罗斯军方出兵 从海陆两方面着手 支援叙利亚政府军 剿灭叛军势力 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2014年 克里米亚举行独立公投 然后加入了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因此被美欧制裁 围剿 普京那时候做了两个决策 一是立即飞往北京 寻求北京的支持 并且和北京签署天然气大丹 另一个是2015年 伊兰出兵叙利亚 协助叙利亚政府军阿萨德总统 打击伊斯兰国等叛军势力 稳住政权 由于当时的伊斯兰国企业嚣张 生命狼藉 美国与欧洲都没有办法 没能够压制住伊斯兰国的气焰 俄罗斯此时出面打击伊斯兰国 取得了正当性 比美国的打击行动还要有效 普京反而还因为因此博得了打击恐怖组织的美名 至少美西方找不到借口 抨击俄罗斯出兵叙利亚 这是普京精准地抓住时局的案例 如今半岛局势紧张 俄罗斯于此时向朝鲜伸出援手 做朝鲜的靠山后盾 等于是给朝鲜吃下一颗定心丸 俄罗斯在时间点上抓得准准的 话说 南韩背后有美国撑腰 难道朝鲜就没有吗? 俄罗斯力挺朝鲜 俄罗斯此举等于是再次地告诉世人 俄罗斯有能力对抗美国 对抗美西方势力 俄罗斯副外长还再次地 把与朝鲜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搬出来 他强调说 朝鲜双方有着深厚的友谊和合作基础 在对方遭受外部侵略时 双方都会提供援助 俄罗斯这个说法 等于是把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拉高到近视于同盟的关系 俄罗斯可是一个和大国 这就产生了威慑力 说到朝鲜与南韩背后的大国势力 除了美国与南韩是盟国关系 俄罗斯力挺朝鲜外 当然还有中国 中朝两国之间有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朝鲜是与中国唯一结盟的国家 是中国唯一的盟国 当我们谈到大国势力 怎么可以忘了中国的存在呢? 朝鲜背靠中俄两国 难道美国与南韩还要蠢动吗? 这就齐了,对吧? 美国在想什么呢? 南韩在想什么呢? 韩国在想什么不难理解 至古高力足,民风彪悍 前面我们解释了 南韩与朝鲜的紧张气氛 是如何螺旋形的升高 在紧张气氛下 双方在往前一两步 就是直接的冲突 战争 为什么走到如此紧张的地步呢? 这还得要追溯到 2022年底 美国带着韩国接连不断的举行军事演习 而且还是大规模的海空军军事演习 然后 美军又派遣核舰铁 访问南韩 进入南韩港口 这又是要干嘛呢? 这就令人万味了 美方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 必须要理解这一点 2023年5月 我们有一期视频 东北亚局势紧张 美国准备第二战场 核舰艇陆半岛 我们在这期视频强调了一个观点 如果西太平洋情势有变 半岛情势被引爆的概率打过台海 因为美方在台海还没有准备好 就以乌克兰冲突来说 从2014年 克里米亚归入俄罗斯版图之后 美国与欧洲准备了将近八年 才出现今日的德国冲突 如果这时候台海冲突被引爆了 美国会是输的一方 而且会是大输一败涂地 霸权不保 因此 美方才会从2022年末开始 持续超过一年的时间 带着韩国举行多次的军事演习 因为两韩的军事力量相当不像台海 是一面倒的局势 唯有引爆双方实力接近的冲突点 才能够达成效果 因此 在这个结果一眼 半岛才是最佳选择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刚刚提到的结果一眼 这是什么状况呢? 乌克兰冲突针对的是俄罗斯 要削弱俄罗斯的力量 朝鲜半岛若是发生冲突 当然是针对中国 原因 一方面是中美大国竞争 另一个是为美元寻求出路 之前提过 这一轮美元收割并不顺利 又逢世界多个国家 多个地区出现了去棉花的风潮 再加上 美国国债高气 通货膨胀仍债 美国面临一大堆的麻烦 为美元寻求出路是当务之急 美方必须要再次的 维持美元的避风港地位 吸引各国资金 继续的留在美国 买美债 不如此 美国眼前的这一关就过不了 还会在乎半岛的局势吗? 从这里又可以推演出一些结论 一 如果半岛出现了冲突 美国绝不会直接出手干预 如果干预了 岂不是让美国自己陷入战争的泥闹吗? 美方绝对不会这样干 乌克兰冲突如此剧烈 美国与欧洲虽然极力援助乌克兰 但乌克兰仍然无法摆脱战场上的颓势 美国都没有直接参与 更何况 南海的军事力量有一定的基础 美国更不会参与 二 只不过 美国真正想要引动的不是俄罗斯 而是中国 但这方面有一些棘手 因为北京绝不会轻易上当 上钩 然而 如果美国不下场 参与冲突 北京也不需要下场 参考上世纪的半岛战争 那是因为美军参与了 中国才出兵 跟美国打了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 由于美军不会参战 北京参与的情形不会出现 再加上俄罗斯力挺朝鲜 北京更不需要出面 三 推演到这里就非常有意思了 之前我们说 中国崛起 许多事都变了 为什么变呢? 有了中国的参与 往常美国与西方世界说了算的事 未必真能够说了算 再回到我们对巴尔冲突的推论 以色列在这一场冲突中 更多的是面对 以伊朗为首的抵抗之湖阵营 而不是阿拉伯国家联盟 只有如此简单吗? 当然不是 以色列这一次惹上了大麻烦 因为以色列面对的是 我们去年就说的三层力量 请参考去年10月的视频 以色列入坑 美国入局 谁是黄雀在后呢? 这三层力量 如今又将复制到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朝鲜是韩国面对的第一层力量 俄罗斯在第二层 北京则是第三层 是最终极的大boss 不过,这里还是有一点差异 以色列面对的第一层力量是哈马斯 黎巴嫩郑主党 叙利亚与伊拉克的民兵武装组织 以及胡塞武装 以色列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然而,南韩第一个面对的是朝鲜 朝鲜可不简单 别的不说 单单是朝鲜的核武器 就足够让南韩心惊胆跳的 不要说我们没提醒 南韩如果真的气到不行 或是自以为可以干掉朝鲜 那可是大错特错 再强调一遍 南韩当局如果执意冲突 而不是想办法来降温 南韩将面临半岛版的三层架构力量 南韩当局与人民需要借之胜之 想之再想之 我们再做一番简单的推理 前面说到若是半岛爆发了战事 美国不参与 北京也不会参与 在这种情况下 南韩与朝鲜谁将获得优势呢? 南韩自以为有先进的海工军武器 又有F-35隐身战机 想要战得优势 有这么简单吗? 打仗不是这么打的 不会按照对方的构想与节奏打 简单说 先简单说 南韩虽然有海空军优势 在冲突出奇 或许占有优势 但朝鲜也有导弹 炮弹与火箭弹 而且是多种型号的导弹 与大量的炮弹火箭弹 再加上 南韩首都首尔与林川 临近两韩分界线 只有几十公里的距离 完全在朝鲜的火炮 与火箭弹的火力覆盖下 如果朝鲜瞄准首尔与林川 发射大量的火箭炮与火炮 南韩精华地区将面临毁灭性的灾难 南韩经济将遭受严重的打击 这对南韩来说划算 也就是说 朝鲜先打击的是南韩的经济 但南韩打击朝鲜什么呢? 朝鲜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动员的国家 南韩打击朝鲜什么呢? 真能够颠覆朝鲜政权吗? 南韩真的打起来 没有一方能够快速地打倒对方 长期对峙下去 会是两败俱伤 但是 南韩可是西装革履啊 朝鲜的经济跟南韩差远了 穿朝鲜的 会害怕穿皮鞋的吗? 或许美元与美债 能够得到一时的疏解 但 美国折了南韩这一元要价 真的划算吗? 有关后续发展 请持续关注 我们会为您做更多的解析与推演 今天的分析与推理就到这里 这里是风云天下 杨风视频 杨风天下谈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大家平安